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元神4.6 封沾全宝箱让我神童 一条龙全收集 旧日之海诺托斯区邪律上的永续 是为了旧日与明天迟来的归乡他的 生命在那边超越时空的空想 邪律怨2神童46 宝箱124 好,那我们这一批 还来到邪律怨右上角这一个锚点 那到这里之后我们往西北方向 地图主玩家我们太多 在上面这里有一个限时挑战 把旁边那个 这个是什么 音波攻击给它捡起来 这里点击开启挑战 好,然后 击破帕曼国 诶 好,这边挑战完成 来拿到这一个 精致的宝箱 那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往北方向丢上方 这边我们游出来 低头 这里又是一个限时挑战 把旁边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水母 溢射 溢射 溢射章鱼的力量捡起来 这边是踢球的挑战 不能引爆脏药桶 好,来 好,那挑战完成 来拿到这一个 这个池 珍贵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再往西方向 地图左边 从这边游过来 好,那游过来之后 在旁边这个 就这堆怪的 中间这里有名柱子啊 柱子中间 这里有一个摩拉堆 好,我们进来 捡起这个摩拉堆 好,那捡起这个摩拉堆 我们现在往出游 往外游啊 游出来之后 西北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往前游 顺便再低头盖 顺便再低头盖 这边能看到有一个限制挑战 直接过来开启这些限制挑战 好,来做这个限制挑战线 好,跟着吃这个什么水威力啊 好的,那挑战完整 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正前方 把这个溢色 张螃蟹的力量给它捡起来 捡起来正前方有个大石头 把这个大石头炸开 炸开里面是一个普通的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往右边绕啊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游过来 这里的话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怪物震慑的宝箱啊 我们来把这对怪来清掉 好,那这边切完怪 我们来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在北方向地图上方啊 游出来低头 在这边这里有一个摩拉队 注意啊 注意这边是有一个这个暗流的啊 不要游到暗流那里去 它会把你传送走 过来拿到的一个摩拉队 拿到摩拉队之后在旁边 旁边啊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一个大石头给它炸开 好,里面有一颗神通 捡起来这颗神通 那捡起来这个神通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往上游 好,这边这里是这个一个解密 那游上来之后在我们的 这个西方向地图左边啊 这边高一点这里有一个贝壳啊 这贝壳的话你把它敲开啊 敲开就贝壳 然后这边它自动是位置是对的 那这边完成之后 我们再往北方向啊 北方向地图上方 在对面的这一个游过来 把这边这一波怪给它清掉 好,那这边切完怪之后啊 过来这个 这个什么 罗帽水母这里点击 交互一下啊 交互一下然后让它过来 它过来的 它过来之后啊 它过来之后啊 我们再往我们的南 西南方向啊 地图左边角 这边过来 那这里的话我们 切换一下交互状态啊 然后把这个元素战绩它改变 然后把这个花给它调到 转到另一车啊 转到另外一个水母的地方 好,这样的话 对面的一个宝箱就解锁了 好的,那我们游过来 拿到这个华丽的宝箱 好的,拿完这个宝箱 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一遍 这边游过来 游过来之后 往我们右手边看啊 稍微抬头 在上面这里有一个贝壳 把这个贝壳给它撬开 把这个贝壳撬开 里面有一个普通宝箱 好,来拿到这个普通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我们往正上方 头顶上往上游 那游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这个西南方向啊 地图走在角 这边这个柱子 柱子的中间啊 这里一个摩拉堆捡起来 捡起来一个摩拉堆 然后我们使用一下交互箱 好,就这个时候 好,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这个东南方向啊 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上游 往游上来在 在我们的 整天方这根柱子的底部 这里有一个摩拉堆 捡起来这个摩拉堆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这边游过来 那游过来之后 在这个激活互相海螺的旁边啊 这边这里有一个炫耀玉帛 捡起来这个炫耀玉帛 然后在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个柱子的另一侧啊 绕到另一侧 另一侧有一个摩拉堆 过来拿到这个摩拉堆 拿到这个摩拉堆 往上游 在这根柱子的正上方 往这边上来 先把这波怪的清掉 清完怪之后 这个仙灵就能摸了 摸一下仙灵 然后在这个柱子的里面 有一个摩拉堆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跟着仙灵走 在南方向地图下方 跟着仙灵把它送过去 好的 仙灵到位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东北方向地图右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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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里有一个限时挑战 好的 好 这边要拿一下旁边的 在哪 拿一下旁边的这个AE色 那什么音波 在这里 就找一下这个音波 还有把这个音波给它捡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激活这个回箱海螺 好的 那挑战完整 出现一个精致宝箱 我们来开启它 开启这个宝箱之后 再往我们头顶上游 东方向地图边 我们去把锚点开一下 旁边这个东西可以 钻进去 好 上来把锚点开一下 好 开启这个锚点 西北方向地图左半角 这边游出来 好 在这边这个平台上 这里有一个限时挑战 这条件可以做三次 好 这里抢在这个 黄金大安康啊 抢在它之前 拿到七个元素威力 好 这样第一次完成 好的 那第一次完成 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 好 然后继续开启挑战 好 这边是14个啊 抢在它之前拿14个 抢在它之前拿13个啊 好的 第二次完成 来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 好 接下来第三次 好 接下来第三次 这边是 这边是 抢在它之前拿13个啊 抢在它之前拿13个啊 抢在它们两个之前啊 应该做吧 诶 什么鬼 好的那完成之后拿到一个成就啊 并且把这个宝箱解锁 拿到这个珍贵的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东方向地图一边 我们从这边往交给大家游啊 这边是有一个大石头 我们直接游下来 把拿到定时炸弹 把大石头炸开 炸开里面有一颗神通 拿到这一颗神通 好那我们拿到这颗神通 之后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图左太角这边游出来 这里的话 我们先把旁边这两只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再来找这个罗帽水母 和大家一起玩 好这边竞速 然后穿过这个 这个什么水白啊 好的那这边 这个挑战到位之后啊 这里出现两个金子宝箱啊 拿一下 好拿到这两个宝箱 东方向地图一边往上游 留上来在这边这里有一个限时挑战 就是打怪的啊 好那我们来把怪全都清掉 好的条件完成 这边出现珍贵宝箱来开启 拿到这个宝箱 再往东方向地图一边往上游 好那这边我们游到上方 上方这边这一个平台 好那游到这里之后 这边这个解密的话 我们找这个 这个是罗帽水母点击开启挑战 是穿过水环的 好那你再跟着这个按流 穿过14个水块啊 这个自己注意啊 好那你再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样的话 宝箱解锁 我来拿到这一个珍贵的宝箱 好 拿完这宝箱北方向就上方往上优 好 这边这里有一颗神筒 过来拿一下这颗神筒 好 拿到这颗神筒之后 我们再往东南方向低秃一下角 这边把锚点打开 那锚点旁边这里有一个贝壳 把这贝壳敲开 里面有一个普通宝箱开启 开启之后我们再过来把锚点打开 好 拿开了这锚点 我们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回到协力院右上角这一个锚点 好 这边回来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的弯角这边往前哟 好 这边游过来前方这个柱子的里面 有一个普通宝箱 拿到这一个普通宝箱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的弯角这边游过来 那在前方的柱子 前方的柱子里面 左边 这根柱子 这根柱子里面有一颗神通 把这个神通给它捡起来 那捡起来这个神通 好 现在我们在4.65封呆 是20个锚点 4个仙灵 一般是4个宝箱 27个 看一下背包是46个神通 轩耀玉博现在有3个 好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再见